同情你們 然後換來這樣的下場 19號涉嫌詐欺 張淑金遭五寶請回 在金頭前哭訴 爭議不斷的他到處行送 就連自家人也不放過 數不清這兩年來 不管行事 民事 行事總是要希望你被關 那我就覺得家人之間告到行事 我就覺得有點 有點不夠厚道 張淑金哥哥三年前向眾東去這棟大樓 卻也沒想過 買房子也被妹妹告 張淑金哥哥當初因為擔心貸款不足 見名登記在妹妹名下出租給房客 沒想到張淑金在租約到齊後 更換門鎖不讓哥哥進去 張淑金表示所有權人是他的名字 錢也都是他付的 最後法官判哥哥敗訴 張淑金的哥哥不得已告他 見名登記請求返還 但張淑金卻瘋狂反告 竊盜 妨害名譽侵佔 害得他們三天兩頭就要上法院 他現在說他無依無靠 我公愛的無依無靠 他自己講的話是怎樣說 說的就是對他不公平 還是你覺得說的是事實 這個是我很保證的地方 為了錢不只哥哥不認 兩年前張淑金連父母也不照顧 因為是說我公公婆婆部分已經死心了吧 他就說反正他現在死在外面 他也不會幫他收拾 看到張淑金被上靠 對於曾經的家人哥哥嫂嫂 於心不忍 卻也不認同他的所作所為 很不堪的事情 被人家上靠進去 那就像個罪犯一樣 其實我們自己也在當房東 跟房客之間 就是一個很良好的關係 為什麼要搞成這個樣子 浩強不服輸 家人眼中的張淑金 已經越走越偏 瘋狂的上法院 就連自家人也不放過 家人不挺 只說最好的方式 就是和張淑金保持距離 有六世偉夜營台北 Second報導